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六大神奇的穿越文物 第六 战国水晶碑 咋看上去 大家都会觉得 这不就是现代的玻璃碑吗 事实上它是国家一级文物 出土于一座战国古墓 各种高科技已经验证了 它的年龄已经两千多岁了 如今作为杭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第五 西州路由器 这个带有五根天线的文物 1959年出土于安徽省屯西市的西州古墓 这件青铜器其实名叫云文铜五柱器 如今作为安徽省博物馆最吸引游客的文物 这不和我们现在的路由器一模一样吗 但出土至今专家仍未给出订阅 它到底是什么 有些人说它是古代的音乐器材 但很快被考古专家给统订 当时的考古工作者还为其做过式敲侧音 但发现它不具备古乐舞音的特征 第四 元代的啤酒瓶 其实它的名字叫琉璃瓶 它现存于西安的大唐芙蓉园的紫云阁 它的材质是琉璃座 在古代琉璃是五大名气之首 非常名贵 但它究竟是如何做出来的 不为人知 关键是它非常像我们现在的啤酒品 第三 青铜卡齿 这是出土于汉代王莽时期的 我们发现青铜卡齿和我们常用的游标卡齿十分相似 不过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上面的刻度和纪念名文已经无法公平 但是千年前青铜卡齿就已经被用了 真好像是穿越回古代 第二 这个神似方向盘的东西 如果我不说它来自于三千年前的三星多 你肯定以为它是方向盘了 三星堆遗址目前一共出土了六个这样的青铜太阳光 有专家考证这是祭祀的东西 但没有确凿的定义 第一陶瓷的九徒都藏于大英博物馆